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日前在江原道坠落架华尔北韩无人机 曾深入境内架星洲郡 侦察杀得导弹防御系统并且映照 驻韩美军在南韩部署杀得导弹防御系统 容易应对北韩的导弹威胁 同时引来平壤方面的兴趣 南韩军方公布上星期五 在南北韩军事分界线附近 发现架华尔北韩无人机 曾经在萨德系统部署地 星洲郡上空偵察 并拍了十几张萨德的照片 相片的解像度不高 只能模糊见到发射车和雷达 军方分析 无人机来自北韩 深入离边界270公里的星洲郡 在2至3公里上空拍摄之后 返航途中怀疑燃料不足 在江原道的轮台军均落 对比在2014年发现的北韩无人机 军方说这次的无人机更加先进 有双引擎 飞行距离也较长 无人机是在北韩试射地队 栏导弹之后被发现 南韩推测 无人机的目的是要偵察杀德防御系统 指北韩蓄意挑衅 已经加强空中监视 并计划将在后方部署 架防空武器调去前线 总统文在寅 星期二到访首尔附近的 韩美联合司令部 是上任之后的第一次 文在寅和司令布鲁克斯 以及一众将领会面 文在寅强调韩美同盟的重要性 更加说应该要发展成全方位的战略同盟 黄真阳报道 来自小时一会儿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到新闻时间 先看一些财经消息 其他消息 全港小贩参考指数 去年升至六年以来的最高点 部分地区的指数 更加以倍数上升 政府说已经加强灭属行动 军部署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 受与驻港部队特种作战一年 荣誉称号 获班寿香港驻军无犯特战年 荣誉称号的驻港部队特战一年 有100多位官兵 是驻港部队当中 实施长期备战状态的单位 曾经接受内地反恐部队 加反恐训练 若果香港发生 类似伦敦恐习的事件 而港府向中央提出需要驻兵增叛 他们是会到市面 执行反恐任务的先锋部队 习近平签署的命令 表扬特战一年 出席完成一系列重大任务 在特殊环境之下 有效履行驻兵职能使命 中央军委批准设立军队最高荣誉八一分章 并且展开首席 看看天气 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 上午局部地区会有雷暴 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 气温介乎27至31度 吹和半价西南风 离岸风势间中清净 指望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 随后一两天有骤雨和雷暴 接着看看 各位我是李晓恩 事件局宣布大幅调高 受重建影响租户价特贵补偿 希望加法 选举事务处维身两部 再有选民资料价手提电脑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发表报告 或是选举事务处行政责任 管理协调不足 环球时报报 事件可能产生骨牌效应 令台北的邦交国进一步减少 有分析说 中资企业近年加大在巴拿马的投资度 是巴拿马转投北京的重要原因 与台北建交过百年的巴拿马 突然一刀两断 外界相信都是归因于钱的问题 巴拿马运河是当地的经济命脈 早在上星期三 巴拿马总统阿雷拉 出席一个港口扩建工程的动土仪式上 已经漏了口风 指巴拿马和北京的关系将会进入新阶段 阿雷拉当时说 马格丽特港口是由中资企业 斥支10亿美元收购 巴拿马人口虽然只有几百万 但是依靠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巴拿马运河 经济增长迅速 在拉美国家中居于领先的地位 位于运河大西洋一边的科隆自贸区 更加是美洲最大自贸区 过去二十多年来 台湾的长泳集团在巴拿马 有数以亿美元计的投资 主要是码头业务 旗下多首货船都在巴拿马注册 但是中国大陆正是逐渐成为巴拿马的真正大客 现在是巴拿马运河的第二大用户 仅次于美国 也是自贸区最大的商品供应国 至今已经有三十间中资企业在巴拿马有业务 据统计 2016年中国大陆和巴拿马双边贸易额达到65亿美元 相反台湾和巴拿马的贸易额只有1亿多美元 而且还在萎缩中 有分析说 北京积极投资当地工程项目 是令巴拿马政府和台北断交的主要原因 《环球时报》说 巴拿马算是台湾邦交国中 较有话语权的国家 相信巴拿马断交会产生骨牌效应 令其他邦交国陆续不再承认台湾在国际上 回来新闻时间 先看看最新的金融行情 我们来看看天气 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雨 上午局部地区会有雷暴 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 气温介乎27至31度 吹和半价西南风 离岸风势间中清净 展望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 除后一两天有朝雨和雷暴 接下来看看世界各大城市家庭 欢迎收看这节新闻 我是李晓恩 我是C有C一阵 稍后回来有其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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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